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湘宁 泰文名字叫 来自北兰府施利诺寺学校 学校的泰文名字叫 最近因为泰国淹水了 所以我要来和大家谈谈我对泰国淹水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泰国淹水了,曼谷淹水了 那么为什么泰国淹水了,曼谷淹水了呢? 让我们从最原始的原因说起 在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前 人们大都过着自己自足的农业生活 但是工业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 工厂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加上人类的饮食习惯改变 畜牧业开始发展 牛羊等牲畜 在消化的过程 产生了许多甲烷等温室气体 逐渐的使得全球气温上升 造成全球暖化 你可能会问 这和泰国有什么关系? 因为全球暖化 所以世界各地的气候都变得怪怪的 连泰国也不例外 因为全球暖化 所以泰国下了大雨 因为泰国下了大雨 所以泰国北部淹水了 因为泰国北部淹水了 所以曼谷也淹水了 我们既然知道 曼谷淹水都是因为全球暖化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 节约能源方面 我们应该随手关灯 穿着舒服、凉爽的上衣 并用电风扇取代冷气 减少泰排放方面 则要多选购 取得符合碳足迹认证的产品 曼谷地势较低 在联合国的公开研究中指出 将会是第一波受到全球暖化 海平面上升而受难的地区 因此 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 确实落实节约能源 减少碳排放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